金钻联盟秋季尽情享乐 由13家国内知名饭店与隔上驻车组成的金钻联盟宣布 2024秋季尽情享乐专案正式启动 即使起到10月底 原价3999元 在13家饭店皆可使用的联合贵宾券 将以两张7000元的优惠价格回馈国人 金钻联盟秘书长 建湖山度假大饭店总经理甄庆钻 希望借此力挺国旅 也打破国人对国旅住宿一定贵的迷思 我们前台湾都有 就这样绕一圈每一个县市就一家 那我们这个联盟本来我们的价钱是3999 那为了要降低大家对观感 所以我们这一次希望我们这个联盟 这十几家饭店再加上隔上驻车 我们希望它把它降到3500 就是每一张件3500 这几家饭店都可以住 这个是我们的研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 给国人消费者不会认为说 台湾为什么那么贵 那当然有特别的地方它比较贵 那它有很多种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详述 但是我们这个金钻联盟 除了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也很优惠 所以人家说价格跟价值 其实我们都是最好的 价格跟价值都是最好的 出席的交易部官务署旅宿组组组长 曹一书非常肯定金钻联盟回馈消费者的做法 曹一书强调国旅应该提供的是VP值 官务署也会持续协助饭店业者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旅游体验 我们要追求所谓的VP值 就是说我们价格跟我们提供服务 是能够符合客人的期望 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水准 所以我们在官方署也透过不同的训练 甚至我们有提供业者一些品质提升的这些 补助能够帮助业者大家来 来到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它能够同时让我们的客人去住到饭店 然后无忧所值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整个旅游业的 整个产业能够在更正面的一个发展 金钻联盟还邀请知名主播张宁宇担任年度代言人 父亲是联盟创始会员的张宁宇表示 联合贵宾券原本就很受欢迎 现在一口气降价499元 而且限量2000张 会国人把握机会先抢先赢 因为我们23年几乎是没有打折 那今年呢 为了要配合交通部观光署的这种活动 所以呢我们首度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打折 每一张就再减500块 虽然说有限量真的 所以告诉大家真的限量要抢 就是限量 但是呢真的抢到的话呢 你不但呢是可以就是有很好品质的保证的住宿 跟旅游的体验 你甚至还可以省你的荷包 对于过滤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在北中南都有据点的长龙桂冠酒店方面也有所因应 今年住房率都维持在八成左右的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就分享他们的做法 基隆这个城市我觉得值得推广的是 它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它有很多的人文文化小吃 所以我们今年度大概做一个比较不同以往的东西 是我不做价格战的一个活动促销 我大概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旅游商品 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基隆在地的品牌 比如说和平岛 比如说海科馆 甚至现在我们现在最红的各个要搭邮轮的旅客 他必须要经过的迭克花园 还有现在最夯的基隆塔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饭店 一一去介绍给国内很多的旅客 那我们还是希望客人可以留在台湾 花一点时间了解台湾的美 每一个城市绝对有它值得推广的地方 经赚联盟民俗长曾庆赚也预测 在一窝蜂的出国潮后 明年国旅市场渴望回归正常 疫情关系去年大家来不及出国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那今年大家准备好了 而且国外又很便宜 像日币又贬值 那东南亚又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急着出国 那也很正常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影响到我们国内今年 国内的国民旅游的成长 都大部分都下降了 那我觉得明年开始不会这样子 因为今年 而且大陆团又没来 大陆团本来在以前的 来了五百万的人 现在又没来 所以它整个影响到整个的 台湾的国民旅游 其实明年就比较不会了 我认为它会越来越好 金钻联盟方面表示 这一项专案限量2000张 设完为止 消费者可在各家饭店 隔上租车或联盟官网购买 就连一劝在手畅游全台湾 轻松享受台湾各地 丰富多元又迷人的美丽风光 记者 张启腾 台北报导